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想要人家沁玉轩怎么赔礼 杀了这小伙计吗 他是沁玉轩的伙计 沁玉轩怎么处置 那是他沁玉轩的事 我被沁玉轩诬赖 有这么多人围观 我希望沁玉轩赔偿的诚心也能让他们感受他 这事关沁南王府的名声啊 还请歇塔姑娘帮着出个主意啊 我大嫂不想要金三赔偿 他一会儿买什么 你们沁玉轩打个折吧 反正他大嫂身上也就一千多两 沁玉轩损失不到哪里去 谢谢大嫂奶奶 今儿无论在我沁玉轩买多少首饰 我一律给你打六十 您看如何呀 沁玉轩不给社长 要不要我借大嫂你点钱啊 不必 大嫂廷广众之下 他难道都不会脸红吗 苏唐以为谢百婷带他上二楼选首饰 结果谢百婷直接带他上三楼了 三楼首饰一套就要三四千两啊 你带钱了 没带 你喜欢哪个 我都喜欢 全买维夫肯定买不起 你能买得起多少就买多少吧 让你修恩爱走火热梦 我让你修马蹄子上去 那维夫帮你挑了 买了几样 二十六样了 这是最后一样 一共三万八千两 别忘了 六折啊 两万两千八百两 大哥 你要一口气送大嫂两万两的首饰 冲洗需要 二十七件 一件都不能少 三楼都太贵了 买二楼一楼的就行了 虽然秦玉轩理亏 但也不能让秦玉轩损失这么惨重啊 秦玉轩已经诬赖我娘子一回了 现在又要出尔翻尔 不不 不敢 谢大少奶奶 要还有看中的就再挑几件 我秦玉轩说给你打流折就一定是说到做到 掌柜的这么客气 我倒不好意思了 那我就再挑两件 嘿 这是不好意思吗 已经买了二十七件了 我这客气两斤你还真挑啊 挑吧 挑吧 本来损失个千八百的 这损失沁玉轩就认了 如今一下子损失过万 沁玉轩背后那么多东甲 她承担不起 只能去找南康郡主要补偿了 刚刚是沁阳郡主在帮她 大少爷是在沁玉轩吐血晕倒的 情况紧急 按说早该回府了才是 大姑娘都回来半天了 她们还没回来 莫不是大少奶奶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不敢回府跑了吧 再去前院问问 别担心了 有陈勋陪的亭儿 不会有事的 我静南王府娶大少奶奶过门示威冲喜 搞不容易大少爷醒来 结果为救她又吐血晕倒了 也怪我听了青天剑的话 觉得她是大少爷的救星 这分明就是煞星 娘当时不在沁玉轩 不知道大哥为了讨大嫂欢心 用秘法救她有多极其 就不太喘气地给大嫂挑了丝丸样的头饰 结果一出沁玉轩就出了事 当时沁玉轩那么多人在 都在笑话咱们静南王府病激乱投意 被人趁火打劫 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静察的时候我就看出不对劲了 但关乎大少爷的命 虽然有怀疑 也只能忍下 就算大少奶奶的要求无理了些 都盼着大少爷能好 她没想到当时的退让 倒助长了她的嚣张气焰 竟然一开口 就要沁玉轩二十七样手势 这分明是恰准了我静南王府 为了能治好大少爷会不惜一切代价 就这般狮子大开口啊 今儿要在意了她 赶明她就赶要整个沁玉轩了 王爷 沁玉轩掌柜的已经等了大半个时辰了 她说沁玉轩事多 不便离开太久 劳烦咱们静南王府 快写结账 让沁玉轩的掌柜先回去 拿起手势先放在府里 王爷 你还信大少奶奶冲洗秘法这样的无稽之谈呢 且不说冲洗不管用 就算有用 也不是这么纵容的 哪天他要王爷你的爵位 你也给他不成 青州是小地方 哪来的爵位给人继承啊 一切等听而回府 再决定不迟 李掌柜见谅 我们大少爷还未回府 我知道这些手势是为治府上大少爷的病 感冒就送来了 但我看府上似乎并不着急啊 王爷怎么说啊 王爷让沁玉轩掌柜的先回去 手势先留下 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沁玉轩有规定啊 收钱方可让手势离眼啊 李掌柜可是信不顾我们静南王府 我 我自是信静南王府啊 府上几位夫人和姑娘都是我沁玉轩的常客 没少照顾我们沁玉轩生意啊 静南王府家大业大 别说只是两万三万的东西 就算是贵十倍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实在是我们东家之前吃过暗亏 被人以赐换好 一怒之下就定下了这么个规矩了 我不过就是个吓人 实在是不好把东家的话当做耳旁风啊 不然我这掌柜之位就该退位让闲了呀 那你看 我这也等了半天了 要么就把账结了 要么我把手势带回去 我有缘在心啊 我沁玉轩三楼的手势昂贵 但利润并不高 远不及一楼二楼啊 大少奶奶这些手势啊 我沁玉轩是亏本钱的 我只承诺她今儿个大留折啊 大少爷回来了 大少爷回来 大少爷回来 小姐姐